看这个Youtube的这个部分 Youtube的部分呢 其实我只提几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您在看这个 我们就只单纯看Youtube就好 我们亲自主席就可以像这样 我还可以钻进去里面 我可以focus在这个标题的部分 好 Youtube请问老师 平常都怎么找你听 很简单 打关键是吗 这样不是有问跟没问一样 那就回家吧 但是重点是 我找那个关键字找到之后 会有很多很多的结果 大部分 大部分有找到的话 有很多结果 那到底哪一个都怎么样呢 至少还是要一个月看 所以其实老师您可以参考一下 我这边有提及的就是 影片搜寻的技巧 就是说 您除了可以用关键字之外 事实上您还可以利用所谓的筛选器 筛选器 可能大家就比较少用筛选器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看 那当然关键字也可以是什么 一次找很多个 好 我的影片 这个早上都已经传好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你进来 好你进来了 你进来就是零来风 对不对 很多 那你可以找零来风的也可以 那么 你可以直接用关键字全部去找 那么比如说 我们 现在不看他都不行吗 好 好那你这一进去之后 是不是找到很多 可是你注意一下 在桌上 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筛选器 平常请问大家有用过这个吗 有当中没看到吗 因为他做的很小 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因为你看我们YouTube上的影片 是不是大家有糖有短 有糖有短 有的很糖 有的只是 做挤挤 做介绍 所以呢 您可以试看看 就是说我把这个筛选器 筛选器打开的时候 您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影片长度的部分 有没有发现 他有分喔 影片4分钟以内 还是20分钟以上 如果你只是想要看他 今天的那个片段 比如说新闻的片段 你再拿早20分钟以上 那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 请他先帮你筛选掉就好了 所以你就只能看比较短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或老师 你想要自己建立你自己专属的 应该要上传档案 上传这个影片 那一般正常来讲 就是 一般性的账号 上线是15分钟 也就是你比较影片是15分钟 那有没有可以再上传长一点点 有 如果你表现良好 基优 他会让你开放 像我以前曾经 记住是好学生 所以我可以算法比较长 可是后来有一次被检举 影片内容 因为我把同学的那个作业的影片放进去 结果被谁检举 让 被那个日本的 因为他里面 同学作业里面有一张日本卡通 然后这样就会被检举 那你如果被检举三次你的账号就可以 就是动紧 就不能再用 那你只好被检举以后 那个长度 影片的长度又恢复成15分钟 就跟一般性的账号一样 好这个是可能老师以后你要上传之后要特别注意到版权的问题 我那时候倒是有注意到这个 好 那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你看我如果要找转件 我就可以很确定他搜寻的结果都是转 那如果你要看到完整的 就是比赛的结果那当然你就看20分钟很棒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可以 利用筛选去做到的 第二个 是 因为 既然零来风 这么多的 就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影片比较多的 有没有 那我就找那个比较多人看的 比较少人看的就有可能是拿新放在或者怎么样 本来内容就比较差了嘛 对吧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去排队 排中不是有很多要排队才买得到的东西 依照我可以啊 我会 那个什么 那个 小冰箱的 小冰箱的 不是要排队吗 对不对 为什么要排 哈哈哈 因为就去那家 别家有跟他开一样的 他就不去那里买 对不对 好 类似像这样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 筛选器里面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看看 浏览人数 看到的 有没有看到观看次数 我们现在排序 基本上是根据关联性跟上传日期 所以比较新的排在前面 那么你也可以 直接用观看次数就是人比较多的我来 先来看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样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找到大家的影片 因为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跟导族的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看影片因为他是有内容有时间的 我光从搜寻的关键室里面不见得能够 就是很确定那就是我要的 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搜寻的筛选部分呢 你可以做一下 就是 厘清 那他就比较容易找到 另外呢 播放清单才有一个 我们要播放清单 讲到播放清单就要提到一件事情 你们要不要去订阅过别人的 YouTube频道 订阅 还好 这是警报器 好 警报器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 什么叫订阅 也就是说你看 我们网络上有部落格 对不对 部落格有没有人有订阅过的 或订阅所谓的电子道啊 对不对 他是会自动怎么样 会自动 传装 假如你进的是电子道 他自动传机没有进来 那如果你用的是 这个已经 因为现在市场网络上有很多人 他就怎么样 好像是进电视台一样嘛 我用很多自己的频道 像我也有一个啊 那所以说如果你有订阅的话 只要我有新增影片 那他就自动通知你说 你有哪些 新的影片进来 这样子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看 零书 我们先 先看那个观看次数 排序 排序的 我们来看这个 依照这个观看次数 好 你看 这样 哇 53万 这个最前面 讲到 美食的 那因为又是属于 短片 有没有 我现在筛选的是短片 所以这个就是新闻片段 那 你讲到这个我点进去 好 那我怎么不知道说 他的频道在哪里 就是说 那时候的播放清单 因为 现在就好像你的最爱一样 你可能有很多搜集的 有没有 或者你上传的影片 一个人 你看这个家伙很厉害 他上传的2000 不是2000 抱歉 是2万多 这个我看 每天都连在 上网 对不对 上传2万多 那你的 这个零书好 这个 只是他其中 里面一个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他零书好 是做了一个完整系列报道 你了解意思吗 好 这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 你看 他有上传了这么多 有没有 那么 你当然不能全部都看了 我们可以找一下 他上面这里会有一个 他有一个 有一个 他的频道没看到 我从这边来好了 从这边点进去 你点过去 我可以点到他的首页那边 原来这是电视公司的 难过会上传2万多片 这个呢 你如果点到 因为我们刚刚从这边你可以知道说这是谁上传 对不对 好那你点过来之后呢 你可以再看一下 这里 我们刚看到是这边 那 你点进来之后呢 这边呢 这里有一个叫做影片 各位应该知道现在YouTube币那个版本 界面有改变吗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算去年 去年换的 好 去年换的 所以有点不一样 你进来之后呢 这里很多 可是有没有看到有点播放清单 来 放大一点 有没有播放清单 你从这边来看 我是怕他没有分类了 会上传2万多个 有有有 他有分类 这样最好 你看 有没有 你如果要看华盛新闻杂志 他里面就全部都是华盛新闻杂志的 你就可以从这边再去找到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从这边的话 因为他 他用清单的方式 所以他就相同类别的就传在一起 那我从这里进去之后我就可以找到绝对是跟那个相关的 这样 没问题吧 好所以你看我们在找这个YouTube币影片的时候 虽然说 是找影片 大家都只用关键字 但是真的 多几个步骤 你就能够找到更多 那另外这里有一个叫懒人包 影片有懒人包 谢谢 你也不用找了 我就帮你全部收集 我们刚刚那是看了这个播放清单 但也有人是 就是帮你全部整理好 比如说我们就把 林苏豪这个 要让懒人包 你来查看看 你看 有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查看看 应该结果没有查太多 因为他会自动帮你赚那个关键字 自动帮你赚关键字 所以你从 有没有 10秒钟 看完 本月新闻 他就是帮你 有点像新华集 也有人在整理这种的 因为像我们一般软体也有所谓懒人包 就你按一下就全部装 所以 影片也有类似的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 多一个关键字 懒人包 也许也会帮你找到 有人帮你先收集好 或者像你如果最近这个 美牛啊 对不对 还是我们猪肉有问题的 你去找一找 有一个懒人包 可能就有人帮你把他整理好 所以 光就搜寻的部分呢 其实各位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 比较容易找到你所要的东西 好